好,来看到台湾茶叶田间生产管理逐渐导入机械化的作业 但是多数茶苗育种仍沿用塑胶苗棚 不仅没有办法用在的机械种植 那么塑胶苗棚也造成农田的垃圾污染 那么台东茶改厂也特别改良研发 可以分解纸袋作为育苗袋 那么定值免拖袋适合机械种植之外 那么根系生长旺盛 茶树苗存活率也提高了 不少准备新值的茶农也跃跃欲试 公寓上其事必先礼其切出了完备的机具 推动茶产业机械化 茶树苗资产也得要跟进才行 台东茶改厂特别改良研发 用可分解纸袋作为育苗袋 配合运用在机器种植上 这个苗也是我们机械客 这个跟那个我们民间的苗农康老板合作的 这个苗跟传统塑胶袋 苗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用割袋 我拿了茶苗我就可以直接种 你如果是塑胶袋 它从下面一出来的话 你割袋你要拖这个袋 你的根都会全部被你扯烂掉 那你这个根就变成是毫无意义的了 就是它根本就被你弄伤了 以可分解纸袋 取代传统塑胶苗盆的茶苗袋 定值免拖袋 省去了一道工序且省人力 更利于机械种植 另外台东茶该厂指出 由于育苗子袋可分解 可直接种植 茶苗的根系能够充分生长 存活率也相对提高 省时省工也十分环保 因此在我们开发这些 那个子袋苗的时候 就可以省去这些 所谓的环境污染的问题 那当然茶该厂在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日怀是持续在精进 让我们整个茶叶生产这一部分 让它做一个循环农业的 这些制裁的持续的应用 不会造成所谓的那个 因为我们在那个 这些相关的那个 农业的耕作的部分 又造成了农地的污染 让它整个那个 绿色农业的话能够完整的发展 由于目前乌鹤茶区的茶园 平均都超过30年以上 茶数达到经济年限 也即将进入重新新值的阶段 不少茶农 尤其茶农二代与青农 对于机械化生产高度兴趣 不论是机具 还是新的育苗资产也跃跃欲试 在传统农耕基础上 寻求改变 强化茶产业的竞争力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 不未来 有座和 就是玉兰对